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今天我們來到東京的第幾天 有很多觀眾經常說 我拍片的時候好像不理會Maii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們拍片的時候 應該是說我全日拍片的時間 只是... 轉燈 有很多觀眾經常說 我拍片不理會他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全日拍片的時間 只是佔了10% 其餘九成時間就是跟他一起 今天是Maii Nohita 今天這一天是屬於他 今天我們的第一站是來這裡 Bo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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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準備出� 店裡面見面 sig ethe 對了,我們今天來這裡的書店 我們是來這裡賣書 是Google 我們有很多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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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在家裡 不想就這樣載了 所以去到一些二手店 就要買了書 應該不賣到多少錢 但我們看看可以賣到多少 剛才叫了我們的號碼 我們知道這些書可以賣多少錢 這兩本賣不到出去 這本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 賣不出 還有這一本慢慢也賣不出 我們輸就賣完了 我們剛才賣了三本書 三本書加上是360日圓 但其實360日圓 裡面有200日圓是這一本 怪物彈珠的攻略 如果有觀眾想要這本書的話 可以出一出聲 但我想明天我們會再來買一次 因為這本書 不知為什麼可以買到200日圓 中午班 油谷 我來日本不是一般的旅行 你什麼時候會看到有人來日本旅行呢 就是又會去郵局 又會來這些區役所 拿住民證 跟著我們下一步是去銀行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是來旅行的 大家記不記得前面那間A5黃牛那間店 我早幾天吃過的 你看看現在 下午飯 那些人排隊排到店外面 我們家附近這個警察呢 他經常都是站在那個位置 在那邊 背著路人 不知道在等什麼 Mai呢上個星期去了醫院 照這個MRI 之後發覺 原來他的腦都OK的 嘩真的喔 他的腦呢 歪在一邊 什麼事啊 腦有點歪歪 有點不太行 為什麼Mai呢 他會去照MRI呢 會去照腦呢 因為他早兩個星期 突然經常頭暈 不知道是不是有事 但是很好笑 就是他照完MRI之後呢 發覺 腦沒事 但是發現呢 原來有點被塞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呢 是來了一個 地產店 我們是要租樓 是不是 要搬屋啊 我們要 好了 我們現在呢 簽完約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看我們的 新屋 那大家不要期待 那麼多 不會是一間很大的屋 來的 是一間小小的間 一個人住的 那方便我們每次 過來日本的時候呢 就不用住酒店啦 那有個地方 可以叫做家 那Mai呢 現在呢 在前面 跟我們的地產經紀 一起走過去 哇 廚房 哇 這裡呢 有氣氛的 這個位呢 是用來放這個 洗衣機的 好啦 進來房間裡面 嘩 我們走回外面 看看這邊先 這邊是廁所 哇 廁所 廁所當然就一定是會有這個 洗屍筆啦 那洗屍筆這個我最喜歡的 那 洗手盆啦 好 這邊是洗澡房啦 洗澡房 好 那有浴缸啦 浴缸呢 浴缸呢 香港很少有這麼深的浴缸 其實我很想要的 那這邊是shower 這邊shower 那這邊呢 浴缸呢 浴缸呢 洗澡房呢 它是有這個 的 乾燥的技能的 對 乾燥的一個選項 那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如果平常在家裡洗完衣服 可以這樣掛在裡面 然後再按一按乾燥呢 它裡面就會噴噴噴聲 在那裡抽濕 那你的衣服呢 就會洗完就可以掛在裡面 那麼一按一按乾燥 它就啤啤啤聲呢 就可以幫你抽乾水 這樣就等你的衣服可以乾掉它的 對 這家屋呢 不算太大的 但那這幅牆呢 不知道為什麼橙色的 怪怪的 露台出面呢 有這個避難梯在那裡 打開之後呢 裡面應該是一條樓梯來的 啊,危險保持六個 不過這一條是一條樓梯來的 打開之後就有一條梯 我們就可以用這條梯 避到下面那裡的 其實這個真的要跟觀眾說一說 因為有很多觀眾就... 他們留言說我是你 就是說有些觀眾就說 你經常去日本旅行 其實對於我來說 來日本不算是旅行 對於我來說好像回家一樣 因為我以前在這裡住了幾年 我在這裡讀書 那我每次一來日本 我是沒有那種去旅行的感覺 我是有一個好像回鄉下一趟朋友的感覺 所以就是為什麼有很多觀眾說 為什麼你不會去一些很遊客去的地方 或者不去多一些旅遊景點 介紹多一些旅遊景點給你們知道 這個是原因就是因為 我來日本很少會有一個 好像去旅行那種心態 我是好像回家一樣 所以我會盡量嘗試介紹多一些東西給大家知道 但是有時候就很困難 因為我自己也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好了,為了讓大家容易見到 我們走一個圈 走進來 右邊這裡 是廁所 洗手間 鏡子 我 然後洗澡房 洗澡房是有這個乾燥的 剛才說了 然後走出來 左邊有Maii在這裡 Maii Maii 然後這裡是廚房 有七寮演機 上面有櫃子 然後這個位置是放洗衣機 上面可以放一些洗衣液 油順劑之類的東西 那這裡有一個 煲水 因為這裡是用gas的 煲水 煲完水之後這裡會出熱水 那廁所也會出熱水 那Maii Maii 然後房間 房間因為現在我們沒有燈的關係 暗了一點 這邊的牆是很古怪的 是橙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奶氣機 好紅色的 奶氣機是有暖風功能的 香港的奶氣機是沒有暖風的 這些是真正的空氣調節 因為日本的東西比較上冷 那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呢 我們應該是會用來放床的 那裡是 用來放床 然後床尾放電視機 然後這一邊呢 就應該會是放一些書架之類的東西 那那邊 先說這個 剛才我們試了的 這個是外面按鐘的時候 會看到有人按鐘 如果樓下有人按鐘的話 這裡我們是可以看到 樓下哪一個人按鐘的 是有鏡頭可以看到的 OK 那這裡是衣櫃 那衣櫃 Maii 裡面是Maii 好了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房間了 還有這個 這個是如果家裡 是開著抽風的時候 就是 Focus 那個鏡頭經常很焦 Focus 這個如果家裡開著抽氣線的話 有時候它抽氣那個 因為它密封得很重要的房間 那你抽氣的時候 那個露台有可能會打不開 因為它抽風 那風扯著嘛 那要怎麼做呢 那這裡它有一個 抽風口的 那我們可以打開它 看到嗎 它裡面的風就可以在這裡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可以打到這裡 就是這樣 那這個抽風口呢 在最近新建的日本的房子裡面 是一定會有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新的日本的家 不是很大的而已 很小的 其實比香港的家還小 但是當然啦 租金那方面 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會有很多影片 我們來日本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公室裡面拍 希望大家都喜歡啦 它真的有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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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笑的 我們那個地產經紀呢 他聽到原來我是香港的Youtuber 然後他說 臨走之前呢 想跟我拍一張照 來到日本第一次在街上 有人跟我拍照 好 現在我們呢 準備去另外一處 我們約了朋友吃飯 我們約了什麼人呢 我們約了上次 我們在台灣那裡認識的 日本朋友 Chika-san 是的 上次在台灣認識的 如果大家有看到Vlog應該記得的 那我們就今天呢 就在日本呢 就約了他和他的位先生 一起吃飯 好啦 我們已經跟Chika-san 回合了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吃燒雞肉 今天我們是 好 好 なるほど 一人一人 一人一人 乾杯 乾杯 日本的最愛 是